炮转追,正前方1200米,上发弹,第一步战车,短停见面 越北某训练场,某型步战车快速冲破出发地线 在五分钟内对六组随机出现的实体把镖短停射击 在八秒的短停时间内,快速搜索发现目标 并且测出目标的距离方位 在车辆停稳的那一刻,快速激发 今天的能见度不是很好 要想快速地激发命中目标,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在狙击考核中,狙击小组要在规定时间内搜寻六组目标完成自主打击 考核组临时增加难度,将个别把镖距离调整到1300米 这是一些官兵从未尝试过的射击距离 对不同的目标要进行测距,风速和湿度的相关计算 特别是在1300米极限设计的过程中 在瞄准镜上相差一个米位,可能实地距离就相差好几米 所以我们射手必须保持高度的集中和高度的专注 这次我们把部队拉出来训,依托战区军种的训练保障资源 系统检验火力打击要素的作战效能 使我们每名战斗人员能够更好地掌握和运用手中武器 全面提升旅行防务的过硬本领 再见 3 3 1 2 2 8 感谢观看